要是说起娱乐圈最接地气的明星是谁 那一定少不了林更新的名字 各种被人偶遇就算了 平时和粉丝在网上的互动也很有趣 林更新经常在微博上给粉丝点赞 有时候还会在评论里回复粉丝 不过最近林更新在微博上回复粉丝的时候 发生了一件比较尴尬的事情 林更新在微博上回复了一位网名叫 陆寒冠小童多久能分手的网友 其实林更新回复粉丝很常见 但主要是这个ID实在是太特殊了 很多人都惊讶了一下 顶着这个ID还能被翻牌也是厉害了 林更新这是在盖章陆寒和关小童会分手呢 其实小编妹妹觉得这可能只是个误会了 林更新之前上过跑男 跟陆寒也是很好的朋友 肯定是祝福他的啊 不过似乎有很多人都不看好陆寒和关小童 两个人在一起之后都被黑得比较惨 尤其是关小童接的几部剧 不吹不黑还真的是挺烂的 难道这就是大家常说的恋爱耽误事业 不过看过年期间两人的合照 还一起去国外旅游 感情非常好样 说起来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张杰和谢娜刚开始公布恋情的时候 也有很多流言蜚语 很多人都不看好这一对姐弟恋 但现在两个人也很幸福啊 之前因为有很多流言蜚语 谢娜还在微博上删除了有关于张杰的微博 让很多都怀疑两个人是不是出问题了 而后来谢娜出来解释 是不想再看到家人受伤害 所以不会再公开分享跟感情有关的事情 不过娜姐今天可打脸了 又跟杰哥秀了一下恩爱 张杰发微博问谁把月子帽在她头上 结果娜姐转发表示 当时她认真看的书是游戏攻略 还有 陪我坐月子 我瘦了她胖了 嘖嘖 说真的小编妹妹脑子里面都有画面感了啊 听起来就很美好 真希望两个人可以一直这么好啊